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整個臉的那個氣色 還有整個膚況 很顯像有上底妝的樣子這樣 其實是沒有的 我只有擔上這一個素顏霜 我非常快速 而且可以改善我的臉部的一個暗沉的那種感覺這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烏青 今天的影片要來教大家 如何在一分鐘之內快速的變漂亮 然後讓你的氣色快速的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相信現在的女生們呢 就是大家工作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就是早上是基本上都是趕著出門上班 就是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好好的打理自己 或是完成一個非常非常完整的一個妝容 那可能或許你是一個學生 那你可能沒有太多的錢 可以買很多的可能化妝品啊 然後保養品之類的 要不然你可能就是一個不喜歡在臉上塗抹太多 瓶瓶罐罐的女生 可是又很擔心自己就是可能看起來氣色沒有很好 或是可能膚質的狀況看起來沒有很漂亮的話呢 那只要你符合我剛剛講的那三種女生的樣子 其中一個呢 那你今天的影片呢 你就是非看不可啦 因為呢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何在一分鐘之內不用看化妝 那也能夠讓你的氣色看起來非常的好 然後讓你整個人看起來是漂亮的樣子 就可以非常有自信的出門去這樣 然後算是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一個小法寶 那其實今天介紹的秘訣跟使用的小法寶呢 也算是我就是目前如果我早上來不及化妝 然後要趕著出門上班的話呢 就是會使用的一個東西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我本身就是在醫院上班 那其實在醫院上班就是我為了要維持我一個良好的一個專業的形象這樣 所以就是呢 我必須要讓自己整個人看起來是有氣色的 然後至少看起來是非常乾淨 然後有精神的這樣子 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小法寶呢 就是這一瓶 是蘭基爾他們家的光透白水感防護素顏霜 那這一瓶素顏霜呢 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爆水素顏霜 那這一罐爆水素顏霜呢 它的質地摸起來是感覺得到那一種非常非常輕盈 很像是那一種蛋白被打發一樣的那一種質地 那它推開以後呢 你就會發現會出現那種一顆一顆的小水珠的那種樣子 就是感覺是瞬間幫你的臉部肌膚補了一層水一樣 就是非常非常保濕 重點是它完全不會黏膩 好那我接下來呢要來示範就是我現在平時是如何使用這一罐素顏霜 那其實我現在早上起床之後就是我會做非常簡單的一個臉部清潔 那清潔完之後呢我就會上一點點化妝水 那我也就沒有再上什麼乳液啊 然後甚至什麼精華液等等之類的東西 就是我會直接上這一罐素顏霜 然後去完成我那一天白天的一個保養 因為其實這一罐素顏霜因為它本身就含有一些就是非常珍貴的一個保養成分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直接當作你的一個白天的日霜使用 然後不僅可以達到我白天的一個保養 那除此之外它也可以去提升我就是那一整天就是整個臉部的一個氣色 就是要你沒有上霜 你也會覺得你那一天的整個氣色看起來是非常非常好的這樣 所以其實現在我就直接白天的保養步驟的那些平民觀的東西我都沒有在上 我就是直接上這一罐素顏霜 那我剛剛已經拍完就是化妝水了 那我接下來要來開始上這一罐素顏霜 那這一罐素顏霜呢就是你打開來之後啊 你會發現它裡面有附一支這個挖勺給你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挖勺 對 它其實這個挖勺的功用呢就是要讓你直接就是可以不用用手去挖取裡面的一個素顏霜 就用這個挖勺就是會比較乾淨跟衛生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這個設計其實還蠻貼心的 那我打開來之後呢就是我會用這個挖勺 然後大概挖這個勺子大概一半的量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延展就是它這一罐的素顏霜它的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基本上其實你不用 用量不需要太多 就是它可以 就是可以完成你整個臉的一個用量這樣子 那我會先挖在我的手背上 那待會呢我會先上一半 就是我會上半邊臉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上完素顏霜跟沒有上的樣子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全臉 就是臉上還有一些就是可能痘痘 然後我本身其實在T字部位其實都是 毛孔比較粗大 然後還有一些黑眼圈啊 然後鼻翼跟 就是這兩邊鼻翼兩側是比較暗沉的這樣子 所以待會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我有上素顏霜跟沒有上素顏霜的樣子 其實大家應該會非常非常的驚豔 好那我現在就挖在這個我的手背上了嘛 那我就會開始點在我的臉上這樣子 我先上半邊臉 好就是我先點就是一半的臉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開始推開 推開來之後啊 你們會發現 它就會開始從那種霜的質地 然後開始轉化成有點像 有那種小水珠的感覺 蹦出來的那一種非常非常保濕啊 然後非常非常的就是補水的那一種感覺 好那大家可以現在看一下就是我現在臉的這一邊 是已經完成了素顏霜 那這一邊呢 基本上就是完全素顏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整個臉的那個氣色 還有整個膚況其實看起來就是完全的 呃就很神奇很像有上底妝的樣子這樣 其實是沒有的 我只有擔上這個素顏霜 就可以達到這種非常快速 而且可以改善我的臉部的一個暗沉的那種感覺這樣 大家可以看我現在臉的氣色非常非常明顯的差異 就這一邊的臉的暗沉還是非常的可怕 然後這一邊臉呢就是那個整個 呃明亮程度跟那個就是提亮膚色跟改善那個暗沉 其實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那其實因為它本身還是 就是它只是一個素顏霜 它並不是粉底液或是什麼遮瑕的產品 就它還是沒有辦法去遮蓋掉我臉上的痘痘 或是可能有一些比較明顯的痘疤 它是沒有辦法的 畢竟它還是就它並不是一個化妝品 它只是一個素顏霜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它光是這樣子提亮我膚色的一個 就是非常非常明顯 就是提亮的那種感覺 像是這一點啊 就是可以讓我那一天基本上可以不用上妝未乾 這樣子直接畫個眉毛然後就出門這樣子 因為其實這樣子光看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女生的那個膚質是非常非常的好 它的用量真的不需要太多 因為它的那個延展性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很好的推開 而且你推的時候你就會彷彿感覺到那種 那種水的感覺 就是非常非常的保濕 然後瞬間幫肌膚補水 那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有點類似乳霜的概念 所以你不需要再用什麼其他的什麼工具啊 基本上其實用手這樣子推開 就可以很快速然後很均勻的去 就是把它推均勻這樣 我現在看那個螢幕啊 我都覺得我的臉整個白了一階 然後整個人的氣色 就是整個人的感覺就是亮起來的 那種有18Light在你臉上那種感覺這樣 我覺得超厲害 我每次用完這個素顏霜 我都覺得哇怎麼可以有一個產品那麼的神奇 就是完全不用一分鐘就可以快速的去提升 我那種臉部的一個暗沉的那種很可怕的那種氣色 然後它還有那種就是因為保濕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你看那個臉的那個光澤 它有那種澎潤的感覺是非常非常的厲害的 有沒有 非常非常快速去改善我的那個臉的一個暗沉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個產品 就是難怪為什麼之前素顏霜會非常非常的紅 然後到現在其實我知道有一些就是生病有一些女性朋友 她們到現在還是有在用素顏霜 就是愛不釋手耶 就是用過基本上就是會回不去的那一種程度 因為如果你那一天真的很懶得化妝 或是你完全沒有時間可以化妝 你基本上就是白天出門之前上個素顏霜 然後你可能再上個眉毛啊 或是可能畫個腮紅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出門去耶 就是很快速而且節省了非常非常多就是保養啊跟化妝的時間這樣 好那我現在全臉呢就是剛才已經完成了眉毛 然後還有腮紅跟剛才有壓了一點點蜜粉跟口紅這樣子 就是沒有上任何的眼妝 然後也沒有什麼一些什麼修容啊 然後可能遮瑕什麼都沒有上 就是以這樣子非常非常簡單 然後重點是看起來有非常好的氣色 然後就可以很有自信的出門去這樣子 所以我待會要去換衣服然後準備出門去啦 好那我剛剛去換了一件衣服呢 那我待會就準備要去出門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整個人換了衣服之後呢 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清爽乾淨 而且是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有氣色的這樣子 就是不會覺得你今天很像沒有化妝 然後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暗沉不會 就是你上了素顏霜然後再上一點蜜粉 然後跟口紅還有眉毛 好我甚至上一點點腮紅 上腮紅也不需要太多技巧吧 反正基本上就是這些非常非常簡單的小步驟呢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出門 那除了這一罐爆水素顏霜之外呢 同時他們蘭吉爾還推出了這一瓶這一個另外一個選擇 那這一瓶叫做雪姬素顏霜 那他的全名叫做光透白雪姬素顏霜 那其實呢他的訴求是比較for一些 譬如說你的肌膚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白皙的白雪公主 或是你是一個喜歡像是寒妞那一種非常非常淨白 然後非常無瑕的那一種妝感的女生 那這一罐就是會非常非常適合你 你上完他之後呢你就會感覺得到你的肌膚很像是 不是的女生自拍完都很喜歡美圖秀秀一樣嗎 就很像是他瞬間幫你的肌膚提升那個亮白度 然後以及幫你做了磨皮的那個效果一樣 那這一罐的質地呢我覺得他是比這一罐爆水素顏霜 稍微再滋潤一點點 所以呢其實如果是冬天的話呢 冬天使用我就會比較喜歡這一罐雪姬素顏霜 就因為他那個滋潤肌膚的效果是比爆水素顏霜更好 那因為現在是夏天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比較偏油肌 或是你是一個混合性偏油肌的女生 那我會比較推薦就是你使用這一罐爆水素顏霜 那如果你是乾肌的女生或是你是一個可能你要冬天使用的話呢 那這一罐雪姬素顏霜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適合 那這一罐雪姬素顏霜呢它裡面的成分是 就是附含了珍珠粉還有牛奶蛋白 就是你上完它之後呢 就很像是已經敷完了一層那種淨白面膜一樣 就是瞬間幫你的肌膚就是亮白 瞬間白皙了一階的那一種感覺 那其實這兩款的素顏霜其實你全身都能夠使用 就是其實有一些女生啊 她們會在化完妝之後發現她那個臉部的一個色差 就是臉部跟脖子的那個肌膚的色差其實是很明顯的 那你這時候就是可以上一點點在你的脖子的地方 或是像是一些我們身上一些比較暗沉的地方 像是手肘啊或是膝蓋的部位 基本上你們都可以上在這些身上比較暗沉的地方這樣子 尤其是現在因為是夏天嘛 那夏天有些女生她可能比較喜歡穿短褲啊 或是你要去海邊然後要去可能會穿比基尼什麼的 就是會露出身上比較多的部位 那有些地方其實你可能是那種肌膚比較暗沉 會讓你比較沒有自信的話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拿這個素顏霜擦在你身上的一些地方這樣子 就可以修飾你那些肌膚暗沉的一個部位 那其實蘭姬他們這個品牌呢 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跟大家分享過他們的底妝產品 那其實我自己那一次用完之後呢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是非常的喜歡 那尤其他們的CC霜其實是 算是第一個把CC霜引進來台灣的一個彩妝品牌這樣子 那其實到現在就是各大通路 到現在都還是可以看得到他們家的底妝的一些產品這樣 然後呢 所以這一次其實受到他們邀請 然後去體驗這個素顏霜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覺得很榮幸的這樣 那其實這一次用下來的心得呢 算是我第一次使用素顏霜 那我其實自己這次用完之後 我自己個人真的是覺得非常的驚艷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就是我可以不用靠化妝 就是單上一個素顏霜也能夠幫我打造出一個很好的氣色 重點是呢我能夠快速的趕快出門去上班 甚至我可能如果比較懶惰的時候不想化妝 但是又怕自己素顏沒有精神 那我現在就是只會上這個素顏霜 然後再上點腮紅我就會出門去這樣 所以我覺得素顏霜呢算是女生的救星 就是不僅呢就是可以節省了很多時間 然後節省了很多瓶瓶罐罐的東西要買這樣子 然後又能夠就是很快速的就能夠幫你打造出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氣色跟膚質 那他們這個素顏霜呢其實現在在各大通路 像是外面的一些開家通路 網路上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在賣 那我會把他們的官網跟他們的一些相關的介紹 我會放在我就是影片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瀏覽 然後可以去到他們的官網去逛一逛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影片按讚留言加分享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